以蘭高中是一所位於宜蘭市的高級中學 本校創始於民國31年4月1日 成名為台北州立宜蘭中學 我們提倡全校一家的精神 大家好,我們是宜蘭高中206班的隊長 我是賴雲安 我是許柏翔 可以把這次的專題報告放進我的學習歷程裡面 然後還有在和外校同學檢驗 可以和不同學校的同學能有所交流 關於為什麼會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豐富學習歷程內的 因為當初老師跟我們講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 可以增廣見聞 而且還有學習歷程內容的成果可以做出來的活動 因為聽說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做實驗 所以我就想說來參加 結果沒有想到 沒有 沒有選到自己想要的實驗 所以就有點後悔 就是做實驗的時候都是在斷考前 然後所以時間就比較緊迫 OK 過程中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有 包含像是我們VFOX跟電腦沒辦法做連結 以及其他實驗的時候會出現出很大的誤差 然後也有在做手機上拋實驗的時候 我們手機拋的高度不一樣 然後在碰撞實驗中碰撞 因為一開始沒有設想好 然後我們器材就出現問題也有困難 總之我們最後還是克服了它 我覺得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跟別人交流的部分 因為在活動裡面 我們有需要去找同校 甚至是外校的同學 互相做檢驗影片 我覺得這方面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時間的運用 因為我們疑科園區是 兩節物理兩節化學來輪流進行 所以有時候會沒有物理可以做時間的時間 在早查資料的過程中 學到實質現象在微觀尺度下的實際的原理 就讓我對實質現象有更深深的了解 主要就是學到如何用FeeFox 找出鐵磁性物質的磁製曲線 然後在原有學過的基礎上 再更加的深入了解到鐵磁性物質 有磁製這個現象的產生原因 在這個過程中我想要最多的就是 我經過這個實驗我才知道 手機內的重力劑跟陀螺儀沒有很大的關係 比較多的是跟手機內的重力劑 我一直以來都以為 陀螺儀是可以分析重力加速度的 但很明顯事實不是 中山大學高中物理校園實驗演示活動 結合本校校定必修的課程 讓學生決定一個實驗的主題 以我們之前老師幫學生決定好實驗的內容 學生只要一步一步的按照步驟就可以了 那現在一切讓學生主導 我想這個意義非凡 學生從原理的了解 到如何設計一個實驗 最後如何製作一個影片 讓其他同學能夠了解這個實驗在做什麼 我相信從這一系列的活動中 同學更知道原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學生學的絕對比我們在實驗上的課程來的更多 謝謝